在昨天有媒体爆料说了陆军十军团586旅炮兵营 王信银士官督导长上个月在会议当中是以废物两个字来收入了同营的士官长 甚至还动手攻击 那么在同月的29号同营三连的冯信尚未连长 竟然还伙同了四名官兵 将士官长是丢入了装满冰水以及红土的橘垃圾桶 对此呢陆军第十军团他们回应说了 经过他们的调查媒体披露了情节与事实有相当的落差 因为他们约寻了相关的人员之后 当事人呢他是立刻认为说 这个是同袍之间的嬉闹行为并不是霸凌 但是因为管管不佳 所以还是会依内部的管理相关规定务实检讨 另外争议很多的还有于北辰 他是因为没有收到的母校陆军官校建校100周年 校庆的邀请函引发了关注 那海军陆战队中式退伍的馆长陈志涵 他就痛骂于北辰说满嘴抹黑去什么校庆呢 于北辰当年上他的节目还帮他拉票 说请大家支持于北辰 结果他就说于北辰你这样糟蹋我 你出来面对 还说中华民国军人你不配 我是职业军人 将军比较大妈 我中式退伍啦 你将军退伍很了不起吗 他就说了于北辰你凭什么去你没资格 所以他认为说黄埔建校百年 不让于北辰去 这个是对的 好那于北辰他是因为没有接获陆军官校百年校庆的邀请函 所以他在网路上一直发文嘛 那前陆军副司令黄一炳呢 他就写了一封公开信 提及了于北辰他是背离校训的言行 让人汗流浃背 那于北辰在6号他在直播当中就说了 他有哪一点言行背离校训呢 甚至他还坦言说 他的数学啊统计学查 这样子有闹笑话吗 那每天张雨萱认为说 他曾经是有访问过于北辰的 那那个时候于北辰他还在国民党 他所有的讲法都是蛮正常的 如今他往特定的颜色偏过去了之后就完全变了